最近李鸿远和赖清德两个人似乎是杠上了 继大普事件之后 抗锐台风又让两个人产生嫌隙 因为李鸿远质疑地方政府应变消极 赖清德也上节目抱怨 说台北的长官不懂南部地方官的苦 更说李鸿远应该要收起指责 来协助地方解决困难 不过李鸿远也回呛 说地方政府不能够推卸责任 两位蓝绿政治明星充满话题 因为他们都不开设 我最后也就是 就告诉国军 告诉圆明会说 我们直接跳过县政府 直接找山地下 山外张阳灾变指挥官 李鸿远对于部分县市 在台风期间的应变作为非常不满 甚至直接杠上南部的县市首长 尤其和台南市长赖清德的战火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南港区拉伙都会 你上班都不上班 你不说话听话 你做这 做这我做的 你做这 正当李鸿远抱怨地方政府不配合时 南部的灾情正逐渐扩大 赖清德更遭到民众当面呛下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让赖清德 跟李鸿远间的战火正式点燃 赖清德上节目谈到台风期间的处理过程 一下哽咽说南台湾淹水严重 地方官的痛苦台北长官无法理解 还直接点名李鸿远应该关心的是 地方政府有没有困难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插起腰 指责地方政府积不积极 李鸿远则是反驳赖清德硬变慢 才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一来一往秀出浓浓火药味 不过两人杠上并非第一次 大谱争议李鸿远拿南铁比喻 让赖清德气得直奔台北 火速召开记者会澄清 如今地方中央护杠戏码再次上演 不但赖清德招来民怨 李鸿远也被爆出换座车浪费钱 一个是绿营第一名的市长 一个是蓝营的政治明星 这样的发展可能他们都始料未及 余电TV蓝油森正熙综合报道